音效 音效運用得好的話 我們就像是可以穿越時空環遊世界 生理奇境一樣 它對於廣播節目的重要性就是 它整個穿接起來是平衡的 節目聽起來是流暢的 可以把聽眾帶到很遠的地方 用音效的方式去滿足這個 天馬行空的想像 廣播節目的話 我們只能用聲音來去建構的故事 那除了對白跟音樂之外 我覺得音效它可以更加的 生動去描述角色的行為 我們也可以透過聲音來去暗示 或是增添一些故事的伏筆 我覺得聲音其實是能夠激發 人類記憶最重要的一種媒體 所以在正確的地方放上對的音效 就能夠讓聽眾更能夠構築出 整個環境是長什麼樣子這樣子 一般廣播節目裡面我覺得很常用到音效就是 氣氛快乾的時候 用來烘托氣氛啦 或者是要特別表示 就是可能當下人物的情緒的部分 音效是非常常出現的 廣播是透過聲音去傳遞訊息的嘛 所以音樂音效在廣播 還有廣播劇上面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就是想要透過聲音 讓各位聽眾有勝利其境的感覺 我覺得它滿像說書人的 因為現在大家只能透過音樂的方式去知道這個故事 去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現在進行到哪裡了這樣子 幕後工作人員嘛 那如果真的有評審 然後金鐘獎的肯定 我們當然會有更有動力去做更好的節目 更好的音效 每個聲音工作者其實都已經生根已久 那今天入圍當然是得到很大的肯定 我覺得也是給團隊一個強心針吧 這一次有特別設計的一些聲響 就是怎麼樣讓音樂去呈現這些東西 然後讓觀眾可以在第一次聽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角色的個性 這樣的嘗試然後有被看見 然後也有入圍就覺得非常感激 然後就是之後也可以想看可不可以多用這種方式 然後可能把故事分享出去這樣 在電影跟電視要做音效 他們通常是要服務影像 對 那可是廣播沒有影像 它就是百分之百的聲音 所以在廣播的音效傳染人員 我們的自由度是更高的 我們創作的空間是更大的 我們今天可以為聲音量身打造一個節目嗎 而不是說有一個節目做好了 然後你聲音來配合它 所以我覺得廣播金鐘獎給廣播的音效傳染人員 很期待 因為我們其實是第一次製作這個廣播劇的節目 然後也是我們首次擔任音效的製作 所以對我們四個來說我覺得它是一個目標 想要離金鐘獎越來越靠近的感覺 可以讓我們在這一條路上 除了用我們的熱忱或是用我們的所愛去堅持下去以外 它也是一個很重要讓我們繼續持續向前的一個目標跟肯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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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